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日七彩 白色又空虚的王国里 有一位玻璃心的王子 这个王国真的很好 一点也是都没有 哇 好无聊啊 就是说嘛 那个王子也是 灵灵嫩嫩的感觉 为什么我的人民都要这样对我 我这样不行 不能再就这样放弃希望 我要改变 为这个国家增添色彩 变成大家都喜欢的王国 王子陛下 我 阿勒 请不要担心王子陛下 我是来帮助你的 真的吗 那么请问七彩珠到底放在哪里 这 这个 真是非常抱歉 碧人也不清楚 站在往东一千公里的沙漠 住着一个长老先生 他非常了解七彩珠的事 他一定会帮助陛下您的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老先生 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 不会辜负您的好意 请问你是住在这片沙漠的长老先生吗 我正在寻找七彩珠 我才不是什么长老 我是在那旅行的智者 七彩珠也是不可能拿到的 为什么 哈哈哈哈 无知的王子 七彩珠 被一只强大的怪物守护者 像你这样一个 被自己国民讨厌 激波零星又弱小的人 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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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要走了 这是浪费时间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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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行 在困难 我也要去做 长老先生 长老先生 滴滴到尾 谁在叫我 长老大人 请您告诉我 七彩珠在哪里 嗡fly 你根本不可能去哪里 我只要有勇气 还有坚定的心 一定可以做到 年轻人 这样很好 如这种玻璃 一定可以取得七彩珠的 往这个方向走 你要小心 好累哦 看我一跳 去死吧 快上 我成功了 也有我们玩个其他颜色 他手上 不是七彩珠吗 我听说 那是要费尽千辛万苦 才能拿到的 那他不是玻璃心的王子了 耶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是彩珠王国的快乐王子 我是李梓游 我是陈毅 我是陈露兴 我是蔡英雄 我是陈毅千龙 我是王赵神 我是孙赵琪 谢谢大家 by bwd6